對手陣營在刻意放話嗎 你認為會有人相信嗎 對不對 現在立法院好像也都有立委要組另外一個團體 會不會擔心變成黨中有黨 在野黨本來就是戰鬥 所以任何有助於提升戰鬥力的這些倡議 我們都歡迎 我們還是一個黨 基本上的共同目標都是希望國民黨更好 然後希望國民黨更有戰鬥力 戰鬥人他可能會被解讀會是一個比較深懶的團體 很有可能會變成是現在版的新路線之爭 我覺得這是過度解讀啦 因為基本上外界還有我們自己 都是把這一些看成是要提升國民黨的一個戰鬥力 提升國民黨的監督力 讓國民黨能夠重新得到民眾的支持跟認同 我們也才有機會重返執政嘛 823活動 主辦單位其實已經表開 不管是在發言順序還是座位上 您好像都被人家刻意參小姐 而且甚至在你發言的時候 還有人打斷你 你會不會覺得說 我覺得這都過度的解讀啦 我們去參加這個活動 大家要很清楚這個活動的目標 跟他的宗旨是什麼 昨天的宗旨很清楚嘛 就是紀念823炮戰的勝利嘛 所以我們就是以這樣的心情去參加 都被刻意的冷落是不是 不會 其實在當時這個旁邊也很多去參加的民眾 都過來跟我打招呼 不過他並不是一個競選的場合啦 他就是應該要是一個很嚴肅來紀念823戰役的一個活動 政府如果真的要去鼓吹高端疫苗 這支疫苗到底施打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政府也應該據實以告 應該清楚說明 因為這攸關的都是人民的性命 還有人民的健康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一 然後試用施打的疫苗也可能不一樣 那在專業評估之後 人民能不能有所選擇 那政府應該要給人民的是這樣的選擇權